我想做第一個跑10秒1的香港人 堅守田徑場十幾年 陳鋒11年的香港紀錄 吳家鋒在29歲那年追平 不過他想突破更多 去年他就跟隨東京奧運跑出9秒83的 國家隊代表蘇炳天北上集訓 一切源於這個原因 我真的很想突破自己 和甘有不甘 真的很不甘心 真的覺得自己不只10秒200 我去了蘇炳天學習很多 短跑的概念、知識 還有練習了很多身體的法力 他很有學識的 他三十多場都可以 好像十多歲的心理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可能落到賽場就很簡單 去衝什麼都不想 但其實當你知道了更加多的時候 你是很難去調整自己的心理 去做到像小孩子一樣 我覺得這件事 他給了我最寶貴的東西 在這個時刻 傷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阻礙 傷了之後我有問自己 有多想破紀錄 有多想跑10秒20以內 有多想把自己學到的東西 再發揮出來 我還是很想有這個慾望 我想最重要是 不要太輕易放棄自己 所以就算傷患了 就算有多大的傷 破下來、蒸下來 問自己到底 還想不想在這條車上跑 就可以了 他會給你答案 到底你是放棄了 還是繼續 他會給你答案 加入田徑隊半年的陳一樂 就透露自己是嘉峰的粉絲 能夠成為接力隊一員 和偶像並肩作戰 他在右坦然雖然訓練很辛苦 不過在嘉峰身上都學到不少 也是講的 每個比賽要認真 然後練習可以 比賽要平衡 應真和 有一個放鬆的 放鬆的 mental 一句很重要 就是練習和比賽要 冷靜 要拉筋 你說吧 你說吧 之前習慣了一年就走 被人材立即走 有一次一天做很多下 之後做完健身 做了很多 之後眼睛再去跑 跑完之後就動不了 抽筋全身 然後就躺在那裡 然後我不想再出現 但可以PV的話就無所謂 他進步很快 幾何級 他現在十六歲跑十秒四零 我是十九歲才跑十秒四零 所以他還有三年空間 我不知道他可以跑得多厲害 有新隊員加入 家豐說平日訓練之後 大家會一起吃飯打機 很快就破冰了 對於快到杭州亞運 兩位有什麼目標呢 我今次的身分 可能叫做大師兄 其實我想帶著接力隊去做一個好成績 過往可能跑十年接力 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希望我做這個角色 幫到團隊 希望在亞運之前的比賽跑快一點 然後令到跑快的時間帶著接力 交捧給下一代之前 家豐就希望跑到一場令自己無憾的賽事 我有一場比賽跑到自己很滿意的節奏 那個狀態的感覺 我就夠被了 跑出來一定不會差 那是一場比賽跑到自己會 我感到過了 那是一場比賽的 我感到過了 是一場比賽的